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切全要依靠上帝的恩典 我们确信上帝一定使我们能行 在今天求我父使我们通过上帝的话语来得到领悟 使我们在行为上完全做义人 使我们的儿孙也来领受这好的幽序 求我父使我们一定牢牢地抓靠上帝的话语获得胜利 使我们不要跌倒在罪恶中 使我们把一切的荣耀献给上帝 我们确信上帝赐福于这一天 使我们在美好的一天度过 我们相信上帝使我们在这一天种下善果来 求我父使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来领受这一切的祝福 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使我们越来越好 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是永恒的 是活着行着义事的 求我父使我们得到正确的领悟 来喜悦上帝做有福的人 我们相信撒旦一定不会侵犯到我们 求我父使我们的性格 使我们人生中的行为获得改变 使我们行出话语来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如果大家和我 我们的心里没有获得改变 我们的人生也得不到改变 上帝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的心里获得改变 我们的人生就能得到改变 提多书一章十五节 我们要存基督耶稣的心 如何来存基督耶稣的心呢 我们要重新接上 断开过去 这个过程看似很痛苦 就比如说曾经我很爱打盹 那么我要战胜这方面的缺点 这一切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来战胜的 我们是依靠上帝的话语 我嫖牧师精疲力 我嫖牧师精疲力竭了 将来或许大家也要做幕会 那如果能切身体会到这种精疲力竭 就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暴晒的泰王光下 占一年 那最后可能就要死了 一个人处于过这种死亡的边缘 他就能理解相关的处境啊 希伯来说二章十八节 我们非要辛苦受累 才能搭救辛苦受累的人 耶稣基督全做到了 我们要如实地领受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 我们做了四季段悔改 上帝就会赐予我们领悟 我们的心由不得自己 我们内心要存基督耶稣的心 这时候基督耶稣就保守住我们的内心来引导我们 这次在首尔的复兴会中 建了一个信徒 这位信徒这一年盖了十栋楼 也很了不起了 这时候分明他们夫妻的关系应该很和睦 而这个丈夫做了一个坏事 就是搞败欲了 然后花费了十个亿韩币 尽管这样 他的夫人没有怨言 也能笑出来 脸上有笑容 这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真的是紧紧抓靠住上帝才能做得到啊 结果上帝就赐福于这样的家庭 如果这对夫妻关系不和睦 是得不到上帝的祝福的 然后 那个教会的牧师就夸口他的信徒 这个信徒一年承接了十个项目 盖了十栋楼 那么 我朴牧师就想看一下 这位信徒存了什么样的心呢 这位信徒告白 他对待每个人 都当做自己来对待 而首先我的心里要正直 有些人为什么总不行呢 分明这时候我内心 非常固执 只认自己的固执 其他的都不认可 这时候 这时候什么都做不了 就比如说我们钓鱼的时候 鱼竿 鱼竿和鱼耳小的时候 只能捞 钓上的是小鱼 鱼竿大 这个鱼耳大的时候 能钓起的是一条大鱼 那网 捞鱼的网也是精密的网 能捞下特别小的鱼 但是这个捞鱼的网 比较宽的话 就能捞大鱼啊 就不同的网 能捞出不同的鱼来 始终不行的人 就非要捆绑在自己的想法里面 耶稣基督的心是宽广的 一切都能行的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并没有说法里赛人是没救的 耶稣基督责备了法里赛人 你这受惑的法里赛人 你们这样是要受责罚的 你们要领悟回到主基督面前 彼得前书三章七节 上帝告诉我们 夫妻之间不和睦的话 是得不到祝福的 这是非常精确的话语 而我们却不做悔改 装模作样的做而已 我的心为什么得不到变化 我的行为为什么没有改变 这都是因为我没有做悔改祷告 我们自己改变不了 唯独上帝改变我们 当我们和基督在一起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得到变化 我们看见讨厌的人 看着不顺眼的人 当做我的罪来做悔改祷告的时候 无论是我的妻子还是丈夫 或者我面对的人 我看着不喜欢的时候 我当做我的罪来做悔改祷告 这时候能得到变化 能得到祝福啊 能行的信徒 得福的信徒们 分明是遵守上帝话语的信徒们 我们看一个人的行为 是否符合圣经的话语呢 一个人不符合圣经话语的时候 看似很成功 最终还是会走向败坏的 然后在首尔那位信徒 招待我 然后他的牧师就很夸口这位信徒 我就问了一下这位信徒 是否是在符合上帝的话语了 他的行为 那么那位信徒其实是很精算的 很细腻的 属于自己的 绝不会含糊 但是呢 也会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我就问了他一句 这位信徒回答 所有的业主 所有的员工都喜欢他 没有人讨厌他 那这是很关键的 自我的时候 就会捆绑在自己的固执里面 这时候做什么都成不了 因为太自我了 显出的是自我 我们显现出自我的时候 是和上帝成了仇敌 事实记七章 上帝绝对不会赐福于给自我的人 我们为什么总是不乐意呢 自我的时候就开始不乐意了 上帝告诉我们 存基督耶稣的心 不要再自我了 基督耶稣的心是饶恕所有的人 是给身边所有的人带来益处 这是基督耶稣的心 甚至面对法利塞人文士的时候 要换成大家和我 我们看法利塞人文士 是要遭受灾难咒诅了 就看着不管了 尽管这样耶稣呢 马太分二十三章 就责备了法利塞人文士 你们这样是要遭受灾难咒诅的 这受获的法利塞人文士 你们要领悟 回转过来得到祝福 耶稣责备他们 是希望他们领悟 让他们回转过来 尽管法利塞人文士 要杀害耶稣基督 结果耶稣基督给他们指引的是一条火路 马太分二十三章 这话语非常严厉 但是是让我得救的话语 是让我活过来的话语 所以责备是比蜂蜜更加甘甜 责备的时候让我发光 有责备的时候让我发光 一副所说五章十三节 唯独存基督耶稣的心的时候 才能领受这上帝的话语 在我们教会 夫妻之间关系不和睦的信徒们 我嫖牧师就看着真的很心疼 要做四阶段悔改才能有变化 而这位信徒分明不做四阶段悔改 大家现在遇到困难不顺利 分明是夫妻关系不和睦 夫妻关系不和睦 往往都是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祖祖辈辈就结怨结仇了 内心带着结 昨天有位信徒来找到我 我什么都不用听 我就先责备他们 两个人就很惊奇 哎呀 朴牧师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让两个人脸都红了 圣经话语是很精确的指点我们 始终不顺利的信徒们 分明内心自己先不 不平安 我内心不平安的时候 看着什么都不顺利 看着什么都不喜欢 就像一块铁 铁可能比石头更要结实 这个铁用处不多的 只能用在一小部分的领域中 我们人不能这样啊 要存基督耶稣的心 是符合所有的领域的 无论在哪都能符合 都能行 跟什么样的人相处 都能和睦 这才是存基督耶稣的心 因为耶稣基督的心是始终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的 圣经全部讲的都是基督 整个圣经 讲的都是耶稣 见证的是耶稣 而耶稣见证的是基督啊 好多人把创世纪 好多人把新约旧约分开了 有些人只喜欢新约 不读旧约 那这也是属于一种偏见了 这也是属于一种固执了 这时候是败坏自己也败坏国家 辱骂了耶稣的名啊 我现在讨厌谁 有些人就说我不讨厌呀 分明我内心有不喜欢的人 我心里才不喜乐呢 上帝是赐予我们喜乐的 而我们却自己没有觉悟 总是自己欺骗着自己 自己欺骗着自己 自己不认清自己 这时候真的是属于恶人 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来洗脸呀 小猫都知道自己洗脸 大家见过小猫是怎么洗脸的 用自己的拖液来擦洗自己的脸 那么我们人如果不认清自己 不知道自己需要洗醉的话 就连动物都不如了 这就是大家和我呀 所以心里没有喜乐 基督耶稣是喜乐的 而我们却没有拥有这喜乐 不拥有喜乐的时候 我瓢牧师在这里看着大家 真的挺心疼的 我们连一只小猫都不如 然后光求祝福 结果能得来什么呢 小猫就只能有一根鱼刺 我们的心 提多书一章十五节 我们内心存什么心 就能如何看待这世界了 有些人说这个不行 那个也不行 结果什么都没有了 只剩下自己了 我们要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我们在这里 比如说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我们面对年长年老的人 那么要符合他的情况 面对年轻人 我们要符合年轻人的情况和处境 上帝的话语是使我们得到变化 是真理的话语 真理的话语使我们成为有福的人 而这真理的话语细微 深入到每个人身上的时候 是符合每一个人的处境的 这正是基督耶稣的信仰 所以身边的人都会喜欢我们 都希望我们来到自己的身边 而有些人呢 生怕这个人来到我身边 如果别人排斥我的话 赶紧领悟 哎呀 我是不是没有存基督耶稣的心 我内心分明是歪曲了 然后赶紧领悟的话 就能得到祝福啊 不要再责怪别人是坏人 你先做悔改祷告 你先得到变化 就能得到祝福 就比如说空气 大家知道空气 这个煤气或者是一氧化氮 是会让人死的 吸收了就会让人死 所以我们不喜欢 就肉眼看不到 确实是一种让人致死的一种的 一氧化氮或者是煤气 但是氧气 吸收氧气 人人都喜欢 因为吸收氧气 不吸收氧气会死的 耶稣基督就是让所有人 都得到喜乐 而当今我们信奉耶稣的人 自己先结党结派 纷争争吵 怎么来传讲这基督耶稣的福音呢 在世人看来 怎么信奉耶稣的人 结党结派 互相争吵 结果就不来信奉耶稣了 正是因为我们 所谓的基督徒 在抵挡住这福音的 传道的福 抵挡住了这福音的道路 我们首先要领悟做悔改祷告 我们尽快要 存基督耶稣的心 否则 是得不到祝福的 我们 大家和我从小是怎么长大的 经常看见争吵 长大 长大的时候 那么我们也会变成一个样子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藐视人 藐视了人 就跟藐视上帝是一样的 真言是七章五节 当今 不属于自己教派的话 就随便诋毁 随便藐视 随便毁谤 而面对其他宗教的反问的时候 就没办法回应 在自家里称王 但是到了外面 又什么都不是了 我内心歪曲的时候 第一表现出来的 就是夫妻之间关系不和睦 如果我们 对待自己的家人 我的丈夫 我的妻子 并没有认可我的话 赶紧领悟 我根本就没有存基督耶稣的心 这时候我内心是歪曲的 我家庭做什么都不顺利 从上面就有根结 怎么能顺利呢 那有些信徒说 我一个人生活 所以挺好的 不要这么想 把过去的事情 还要做悔改祷告 我内心得到了变化 这时候 我跟什么样的人相处 都是和睦的 看待世界都是美好的 这时候上帝会让我得到 耶和华以乐为我预备的好的祝福 上帝现在是要为我们实现心愿 而我们的心却没有得到变化呀 我们每天要通过基督的血来洗净心理 这时候一切误会的罪过都能得到饶恕 我的内心洁净了 我得到了恩典 好多人说 一旦得到恩典 就会遇到试探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得到恩典的时候 上帝是希望通过眼前的事情 做悔改祷告 再来得到祝福 所以大家懂得感恩感谢 做悔改祷告的话 就能得到祝福 那分明是大家一直听讲道 没有听对的讲道 所以就没有领悟上帝的话语 上帝告诉我们 哪怕是一千万次 你看到不好的了 你也要当做我的罪 来做悔改祷告 这时候是能得到祝福的 好多人以为得到了恩典 就开始要小心翼翼 小心翼翼 不是让我们得救的呀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留下了宝血 这宝血拯救了我们 基督的血拯救我们 饶恕我们一切的罪过 而我们始终得不到饶恕 是因为我们没有告白出来 没有承认自己的罪 只要我们承认 告白出自己的罪 我内心就拥有了平安 夫妻关系就和睦了 而我们不行 是因为没有做悔改祷告了 好多信徒说了 我身边的人怎么不喜欢我呢 我上班的时候 我的单位的同事都不喜欢我 不希望我来 那赶紧领悟 这时候你没有做悔改祷告 我们要做悔改祷告 做了悔改祷告 身边的人就都喜欢我 这才是和谐 这才是和睦 和谐和睦的时候 这个社会就好了 我们读一下提多书一章十五节一二 在捷径的人 凡物都捷径 在污秽不信的人 什么都不捷径 人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 阿们 好多人在这世上无法适应 整天责备这世俗 感激领悟是因为我内心污秽 所以看待一切都是误会的 我为什么不想理会这个人 说这个人太讨厌了 那个人又太脏了 看着谁都不好 而上帝说创造了这世界之后 上帝看待一切都是美好的 我内心存基督耶稣的心 我看待一切都是美好的 看待一切都是美好的 这才是基督耶稣的心 我们看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结果什么都没有了 只剩下自己啊 那么 那么我看待一切都是美好的 但是呢 什么是真实的好呢 如果是真实的好 我就能讲劝勉 讲出真实的话 你要需要改正哪部分 像圣经里 耶稣责备法利塞人文士一样 因为我们领悟变化了 有变化了就能得祝福了 而我们内心有贪婪的时候 内心贪婪的时候 就不脱离自己的旧习惯 我们内心没有贪婪 我们就会存 要 我怎样才能给他带来帮助呢 而我内心带来 我内心有贪婪的时候 就整天求的是自己的利益 我内心有贪婪的时候 就总会有抱怨 夫妻之间 为什么总会有争吵纷争 是因为没有满足自己的贪婪 我们夫妻之间 别别妞妞 都是因为内心带着贪婪 我内心存基督耶稣的心的时候 我内心是想 我怎样才能帮到他呢 我怎样才能帮助到对方呢 这时候夫妻之间 哪怕对方放了一个屁 我都觉得是香的 大家知道 刚生小孩 这婴儿 婴儿的大便 母亲都会要好好检查 要闻一闻这个味道 因为婴儿太 婴儿是可爱的 大家小时候 应该都见过自己的母亲 见过母亲 打理这个小孩的 那个粪便的时候 都会闻一闻 但是呢 我们夫妻之间 谁放屁了 我都觉得讨厌 好臭啊 是说明我的内心首相外屈 我内心不喜欢对方 我老丈人 我老丈人我就见过 他在养我们家儿子的时候 就是那个小孩子的粪便 他用手都来滑一滑 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不好的东西 哎呀 我当时就想 我老丈人做的饭 我真的不能再吃了 结果我又忘记了 我老丈人摊的煎饼 我还是吃的挺香的 我们今年开始 一定要得到祝福 那么首先夫妻关系要和睦 才能得到祝福 从基督耶稣的心 夫妻关系就和睦了 夫妻关系和睦了 我在外面做事 做工作 一切就顺利 夫妻关系不和睦的话 在这世上做什么都不顺利 做什么都不开心 夫妻关系一和睦了 在外面工作也都顺利的 那有些信就说 牧师那我还是单身 可怎么办呀 这个英文的single 就跟那个韩语的谐音 single single 就是笑乐乐 喜乐乐 是一个谐音 朴牧师就讲 这个英文太容易了 相信我们一定是得祝福的 今天开始首先我 从我做起 存基督耶稣的心 看待一切都是美好的 比如说我们面对一个 一年级的学生 就要帮到一年级的学生 面对六年级的学生 就要像六年级的学生 一样帮到他 面对每个人的处境 都是不同的 唯独存基督耶稣的心 才能正确地帮到身边的人 我们要存基督的心 这基督的心是洁净的 基督耶稣的心一定是洁净的 唯独基督耶稣是洁净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悔改祷告 只要做悔改祷告 一定是能行的 在今年我们一定要得到胜利 结果出了门又忘了 说哎呀这个不行 你一旦说不行 别人就不再问你了 你已经说不行了 就没办法再讲下去了 有些人比如说 借一个生意 借一个单子的时候 就比如说 盖一个房子 需要一千万的预算 但是这个人只有一百万 但是有些人 虽然只有一百万 也想盖一个一千万的房子 那这时候来咨询 你一旦说不行 那对方就没办法 再跟你询问下去了 你首先告诉他 这也能行 这分明不行 怎么能行呢 你告诉他能行 但是呢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您需要要么加一点费用 或者是要么 就不要盖这么 预算这么好的房子 这时候就能谈一笔生意了 你一开始说什么都不行 那对方就没办法 再跟你继续谈下去了 这位信徒一年 承接了十个工程 那说明 对一切都是存开放的心理啊 这一切都是能行的 而我们呢 整天很固执 就带着自己的一条金 就带着自己的一根金 就太固执了 固执的时候什么都不行 大家知道 项羽正是败在固执上了 固执 固执的时候和上帝成了仇敌啊 夫妻之间 我的丈夫这样也对 那样也对 我的妇人这样也对 那样也对 这时候就是有笑容 喜乐乐的 怎么样都好 而脸上没有笑容的人 非要符合自己的心意 要不然就不好 这就跟一块石头一样 一根金啊 或者是跟一个铁块一样 就一根金 我们要做人 我们可不能成了一块石头啊 我们要存基督耶稣的心 是爱了一切 爱了所有 基督耶稣是爱了所有的人 我们今天要存基督耶稣的心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 我们都要有爱 这首先是从我做起 从家人开始 对待家人开始 这时候才能成功了 那有些信徒说 牧师啊 我尽管这样做了 身边的人还不喜欢我 那您来找我吧 我一定会正确地指引你 告诉你哪方面错了 我们分明有格格不入的地方 那么就来修剪一下 基督耶稣的心是存 基督耶稣的心是符合一切的 我们告白一下吧 一切都是能行的 一定能行的 一定能行的 大家知道 曾经在一场大的战争 苏联 苏联赢了这场战争 而苏联的这位总统 他怎么讲的 苏联所有的女性 我都看作是我的妻子 如果这位总统 是依靠信仰来讲了这句话 那么这句话的含义太深了 是依靠基督的爱呀 如果没有依靠基督的爱 那就是作秀而已了 只有上帝知道 他是存什么样的心的 我们要存基督耶稣的心 来面对世界 看待世界 一切都是美好的 这时候一定能成功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全能的父 求我父 使我们存基督耶稣的心 只要我内心洁净了 这时候夫妻关系也和睦 洁净 夫妻关系和睦了 这时候 面对世界 一切都是美好的 在这世上 人们虽然是误会的 却追求的是洁净的 求我父使我们做光 把我们的洁净照在人前 使身边的人都喜欢我们 使身边的人都来找到我们 使我们能够帮助到身边的人 这正是使我们存基督耶稣的心 求我父使我们存基督耶稣的心 将一切的荣耀献给上帝 使我们内心拥有幸福 过满足的生活 从今天开始 求我父使我们存基督耶稣的心 来获得胜利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